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华的地產經紀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在Metro Town的樓盤 它的名字叫Nervaux 它的正確地位置是比較靠近Central Park 它在Patterson Sky Train站旁邊 走過去一分鐘就到了 這樓盤是在Wilson Avenue 和Central Polyver 大家看到它的方位 因為這條街是斜斜的 所以它的織都不是正不正藍的 有一個角落剪出來的 我們看看這個建築模式 現在我在展銷中心裏面 大家可以預約進來看 我們前陣子也帶了客人來看 下個星期四的下午6時 這個建築就是建了一個建築模式 Nervaux這幢樓 方向的話 打斜出去是北邊 Sky Train站會在這個地方 它會在Central Boulevard的另一邊 所以這條會是Sky Train軌道 再後面這個地方就是Central Park的公園 這個建築模式的全部樓層高度是44層 每一層有9個單位 它有Studio一房 兩房 三房都有 最漂亮的公園在這個公園 其實就是這個西藍公園 它是三房加釘 1,150呎的室內面積 另外幾個單位 後面這裡是兩房 外面那兩個單位是兩房加釘 兩房三房 中間那些都是一房 那邊就是兩個Studio 所以戶型分佈也很平均 大家投資也可以 自住也可以 然後我們看看建築本身 所有的住宅都是五樓開始 下面這裡其實是兩層樓 不過是樓底極高 所以它用小1、2、3、4樓的空間 Entrance即是建築的Lobby 就是Central Boulevard 和Wilson這一邊 大家看到有一個門口進去的位置 一樓和二樓這兩層 都會是不同的回所設施 大家會看到有些健身 健身房其實都挺大的 全部都是落地玻璃 可以看到外面 有些瑜伽房 之後在Wilson Avenue上面 會有四間Town Home 後面就是屋苑的內庭區域 Town Home的Entrance和Backyard 都會看到的 中間有一個Common Area 大家可以在這裡散步 然後底下這些就是Party Room 樓上這些都是Business Suite 或者是大家玩的地方 比較多的會所設施 有兩層 這棟樓是甚麼呢 其實它是Antham自己會建的 一個Rental Building 它是分開的 獨立Strada 獨立出入口 只是停車場是share的 大家入車都會在這個入口 這棟樓的附近是甚麼呢 如果剛才提到西南方向 就是Sky Train 加上Sancho Park 比較漂亮的風景 而其實這棟樓的兩邊 都是現有的建築 我大概檢查一下 年份是九幾年到零幾年 所以它們旁邊的兩個層樓 立即被圍鬆的機率 應該不算太高 或者建築的機率不算太高 但是它的後方 即是東北、德北邊 建築的就是Sancho Park House 附近的層樓 一直到Sancho Park House 其實都是高濃度的 所以未來都會有可能 只是看年份新舊 哪一個先後 要去到後的Sancho Park House 之後的松寧 就簡直是高濃度 混合用 就可以有些雙住 所以我們這個範圍 都是比較住宅居多 很方便 去到Sky Train Station 走兩步便到了 走去Metron Town 都是十多分鐘 或者坐一站便到了 附近很多配套 這個廚房是根據 剛才跟大家分享的 三房職來做的 但是客廳的空間 就不對了 我們可以看看 大家如果買三房單位的話 其實買兩房和三房單位 都會有比較大的 30吋的雪櫃爐 烤頭焗爐 如果是一房Studio類型的單位 就會是小一點的 24吋的 三房的特色 會有Pow Out Pantry 這個其他職 好像我暫時未找到 然後雪櫃的話 我們看看它的電器牌子 它是用Bosch的 打開 這個是30吋的雪櫃 樓下有兩格櫃桶 吃冰櫃 桌面 Island桌面 和Bashbash 都是一樣 是Quartz的物料 一塊過 我就沒有甚麼看見 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它全都是頂櫃 這個就按的 按哪個位 按上面 要按上面才能按出來 是的 七油煙機 然後這些全部都是空間 都做了一個小小的 裏面 就是白色配上 這隻米木色 讓大家放一些 帥仔的東西 在裏面 下面的儲物空間 都會有 有些是櫃桶 有些是拉開 可以放大東西 大家現在看到它的爐頭 和焗爐都是用Bosch 五個Gas爐頭 這個是包在管理費裏面 同樣包在管理費裏面的就是冷暖氣 冷熱氣 還有熱水的使用等等的 Gas爐頭 下面就是全大小的焗爐 然後這邊是三房 會有一個Island 它的Island的特色 還要有Waterfall 即兩邊是石櫻 可以一路落到底Waterfall的設計 比較美觀一些 都是同一種顏色 下面有儲物空間 微波爐在這裡 下面有個櫃桶 洗手盆在這裡 然後石碗碟機就放在旁邊 都是Bosch的牌子 它的地板會是Laminate Flooring 顏色會是大家現在看到的 然後進來洗手間 這一隻的En suite 就是Four Piece 大家看到會有兩個Sink 浴缸和座廁 而且看到這個設計比較特別 是它很長 所以變成是兩個洗手盆之間 有比較大的放涼面積 然後兩邊都有可以打開的Medicine Cabinet 以及一個不用開門的 放一些有用的東西 或者是常用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Display 然後下面的儲物空間 它將這一格 就是做了一個擋板 開不了的 主要的儲物空間 會在下面 也是有兩三格櫃桶 它的地磚是比較大片的 兩尺乘兩尺 地磚和這邊的長磚都是一樣 是兩尺乘兩尺 一塊塊正方形比較大的磚 然後呢 現在它做了一個Shower槍 還有纖維底座 這些長身全部鋪珠 有一個fix在上面的ring head 都可以移動的 然後也有一個拿下來的花沙頭 這裡有一個座可以調校高度 水龍台在這邊 這樣是無框玻璃來的 其實它由五樓到四十幾樓 都是同一隻側的 一層九個單位 西藍corner就是最大的 那一隻1,152尺的三房 這一隻三房就是西藍corner 也有很多窗 有大露台 除了這一個之外 這棟樓的幾個corner 都是兩房 這隻是兩房 only 大家如果要兩房加釘 就是另外兩個corner 室內面積都不同 由八百多尺到九百尺的兩房都有 然後中間的話 這些夾在中間的 分別是一房 studio和一房加釘 來到示範單位這邊 還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我們網站上看不到的 就是觀看 你可以根據你選擇的戶型 不同的方向 可以看到 將來看出去的建築是怎樣 存在的景色 以及附近有什麼建築 下一次大家想進來做一個show 看showroom的時間 可以預算是2月24日 下星期四的六點 有興趣的朋友 你可以登記我的網站 預約時間的reservation 我會打電話給你去確認 所有的戶型 所有的更新資料 包括現在會和大家說的 初次優惠 都會上載到我的網站上面 5毫5一呎的管理費 然後管理費是包了冷暖氣系統 用Heat Pump Fan Coil 也包了Gas Concierge 未知多久 每一個單位都會包一個Locker 大部份單位都會包 但未確定哪些單位 或者什麼流程的單位 不包包 遲些再更新 最特別的VIP 我們作為獨家VIP 就有一個Discount 這個很複雜的表 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些是不同類型的單位 會獲得不同類型的Credit 1% 2% 3% 按購買價值 即是說大家 如果是70萬買了單位 如果你買的是1房 那你就有1% 按70萬的Credit Assignment fee 就是未來 你要把它轉樓化 轉售給其他人 你賣錢了 Assignment fee 就是1% 2% 3% 接著就是Deposit 訂金的分期和總額 大家買的單位越小 你的Deposit就越多了 20% 反而大家如果買三房 兩房單位 你給的Deposit就15% 那這張圖我都放在我的網站上面 大家可以隨時上去看 有什麼問題就打電話給我 拜拜 站前一點 站過一點點 等等 我想看看剛才拍的 我有沒有笑到 好像沒有笑到 你現在開始笑 好 等等等等 那些光好像有問題 聽不到 好 繼續 好 再來一次 那些示範單位要不要看 看清楚一點 好 我們看績 看績 這裡 好 跟大家再說一說 現在這個樓盤 等等 等一下 好 跟大家再說一說 等等 你站好先 什麼 你站在這裡 OK 好 我現在坐在這裡 好像這邊好一點 那個水龍頭 好 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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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